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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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Hello 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6日 本來想先講這個中大學生會會長周庶豐 但是看到這件事就想先講了 實在是太淒慘了 之前去逆廟碰瓷那群人就事不足惜了 想敲诈勒索政府的钱 这些人屎有如沽 包括那三个流产的孕妇 以及根宿根审 最近又说有三十岁打完之后暈倒了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 不要烦到政府 这些公营机构 办事得力 你在吵枝巴闭干啥 人家说了你跑步气速不要打 然后到自己钉了 罪魁祸首 英文就叫culprit 被人找到出来是什么 你有高血压 有高血脂 有肥胖 那个地盘工人之所以歪面 纯粹就因为他自大了 那么你这么自大的人 三叉神经就当然容易出事 还有个中港货车司机 一定是生活不检点所以才歪面 今天呢 想讲的不是那些 流罗 下兵蟹将 矮文 而是要讲另一位 今次 跟华大基因就有关系 而是很确切 会发生在大家周边的事来的 那就是说 一名叫王女士的物体 当其是由内地回港的时候 即是你回来的时候都要检测 那这些没得说你自不自怨的 那所以呢 我们先不讲他由哪里回来先 就讲检测这件事 因为有机会 你动大厦确诊的时候 你被人的去检测的 事件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而且是一个不情愿的状态之下 那玩online game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个术语 就叫做carry 意思就是啊 你一个人大传天出生天 那如果 反过来 那个字就叫雷 即是你一人雷传天 这个就是由福建回港的王女士 她又大知识一点 福建回港 特别有得讲这个 华大基因的不是 那她是其中一名 被误当确诊的人士 在24号接受隔离原不 那我想啊 她都是出自关心这个 男朋友和鄰居 即是鄰居又没办法啦 她都要报住边的嘛 但是男朋友这件事呢 哇 真是被她一锅巧起啊 那她当然照报的啦 于是乎 鄰居和男朋友呢 都成为这个密切接触者 被松枉检疫 那我想她都是出自好心 怕男朋友鄰居那些掩疫啦 但是啊 当你被人捉了的时候呢 你没得上班的啊 即是随时累咬别人 炒鬼埋的啊 现在是讲解疫 不是去检测 那我想啊 如果没有事干的时候呢 她都不会在那里吵吵吵的 那但是 华大基因呢 最近出现这个叫做 假扬性事件嘛 于是乎啊 啊 这个女人 见到有机可乘的时候 当然就跳出来吵吵吵 啦 而这件事是很 很确切地发生在香港的周围 就是说你那栋大厦里面呢 很多人啊 他们无辜的就被人抽了去检疫 困住在酒店 但是最后跟人说是零确诊的 那你想怎样啊 到有case啦 真确诊了喔 你又来过假扬性 那所以啊 无论是她男朋友 啊 又甚至乎是她的鄰居 当然都会 很简单几个字 鸟 那所以啊 啊 王女士先走出来激鼓鸣冤 不过这个鼓用棉花做的啊 啊 所以 敲极都敲不响啊 可能要好像马云那样 怎样啊 坚决认赔 那我觉得 鄰居这家东西就走不脱的 难道你报那时候 说自己什么呀 睡街吗 不可能的嘛 那但是 連累了你男朋友呢 啊 这件事就真的非常之不要得 如果给了我是她男朋友的话呢 被她搞到我检疫喔 很简单 飞了她 就算你不飞 外母都会施加压力啦 是不是这么说啊 多条这样的汤珠凳 搞到整个家人走了去检疫 顶她的肺 未入门就乞呼啦 话说这个女士呢 啊 更厉害点啊 原来啊 她和个朋友啊 两名由内地返港的人士 其中一名就是内地福建那里 已接种两剂灭活疫苗 啊 你听到个名字都加小糖 是不是 56岁女士 以及扣过这个回港儿 由东莞 回来的46岁女子 咦 她说那个男朋友多少岁啊 喂 听完这些这样的岁数 是你男朋友 还是你爹地啊 啊 就是会不会是七十多岁那些啊 那跟着啊 她们可能 知道了 也有留意消息啊 今时今日 还有得你留意啊 华大基因出现问题 所以就要福建 结果全部阴性 而这名黄女士呢 啊 就是住在荃湾附庸大厦劏房 还有一个和她同住的无业男朋友 还有十几户的劏房住户啊 全部都要送检 哦 那我收回刚才那句 她男朋友被人送检的时候呢 她都无业的啦 那无业的时候啊 又不会说很大损失的而已 那她跑出来吵什么呢 哦 掩测碰瓷啊 这些叫 事实上没有损失嘛 纯粹就是她的劏房朋友 对她白眼一番 跟着她抑鬱症发作而已 那你这些要谈赔偿谈不到的咯 她都派只毛公仔来转回你咯 但是这个黄女士的心理状况呢 你听到都知道 她似乎很多胡思乱想的了 作故事那样的 我想她是因为闷 回到家的时候呢 就发现劏房空无一人 全部被送检啊 就说令到她心里份外难受 这样说 我觉得是怎样啊 你原本住劏房的 回到来的时候啊 那些人不见了 不就更好 又住大点 又睡得舒服点 啊 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啊 填鬼了自己的邻居号码下去 密切接触者 另外啊 黄女士又说到了 看到检测情阳性的手机短讯 还有啊 被困住在医院 苦苦多日 未知最终结果的时候呢 情绪持续低落 精神崩溃 茶饭不思 曾经啊 甚至乎想过做空中飞人 哦 想过的啊 那记者拍的这张照片呢 啊 都挺有趣啊 你见到她 剩下最后的支柱啊 就是这个什么啊 门诊特别诊疗服务 哦 原来呢 你检疫完之后 有优惠套餐啊 说的就是 出院之后 六个月啊 就可以获得最多十次的 免费中医内科门诊服务 而每次呢 就包不多于五剂的中药 这个就算是赔偿了 是吧 要打电话去订阅啦 他剩下的精神之处可能就是 你看看 你检测完了 还有东西送的啊 检疫啊 不是检测啊 那这次就幸好 因为啊 他男朋友叫做什么的 毛业 那如果他男朋友啊 是个律师医生 被人抽了去检疫的时候呢 哇 你检疫那个日子啊 搞到多少钱啊 你试下给他这份东西看下 他不兜巴掌啊 你的臉上 那话说这个王女士呢 哇 厉害啊 他是去年2020年 已经回福建探亲 后来因为本港疫情严峻地说 于是乎 这亲人呢 担心他回港之后 就受感染 所以呢 他就住在大陆那里 一住就十三个月了 还在二月和三月的时候啊 分别就接种这个科兴 有机会是割药的啊 他里面接种的嘛 那很惊吓啦 因为他就是啊 回到来的时候呢 那个结果竟然呈阳性啊 最特别都是这句 他就说了 之前想后啊 都想不到感染的途径 那被感染的那些人 个个都是这样的啦 难道你看着那些菌呢 走入你的嘴 走入你的鼻呢 那其中一句就是说 难道没出过去都会确诊 你有接触过那些家人的嘛 你男朋友的嘛 你其他家人 你其他家人 这么知乎啊 袁角勇教授厉害啦 可能你这条渠呢 有些菌会飘进来的嘛 或者小雀呢 甚至乎那些乌鹰 蟑螂啊 都可以带上那些菌 走进来你家的嘛 那跟着呢 我看一下他做什么啦 那不答白的啊 原来呢 他是做这个 地盘的泥水判头的 那他又不是落手落脚做 他判给人做而已 很多这些啦 那些建筑公司 不知道哪些啦 而当他和同住的男朋友商讨的时候呢 很明显啊 这个王女士是一直都觉得 政府是出错的 但是他男朋友就说了 你可能就是个感染源头啦 政府是不应该那么容易出错的 我不知道啊 华大基因是否属于政府的 好像都是 卫生局那边判给他做的 可能啊 他们现在都七上八落啦 如果呢 华大基因是 确确切切的政府机构啊 我想他们就未必投诉的啦 但是 就好像啊 咦不是哦 判给他做的而已 尤其是近日 报纸也有得卖哦 那似乎呢 就可以碰瓷了 那所以才走出来 嘩 鬼叫 还有他说被人检疫那时很闷 那护士呢 就叫他玩一下手机啦 似乎他是不闷得那些人来的 所以发烧烈 就说自己快要瘋了 我没事 你冤枉我 你搞到不陈 搞到整层楼啊 全部都去隔离 人家怎么看我啊 我一个人连累那么多人啊 人家怎么看你啊 三个字 怎么来头判头判到你那么衰格呢 这些什么体质呢 犯贱 Anyway 他昨天啊 好开心啦 终于放监 但是就说 哎呦 原来政府都会误诊的 就是他好像发现新大陆那样 事情呢 就大大打击了他 我不知道打击了他些什么 是不是在他心目中一直神那个形象被破灭了 回家之后呢 情绪久久未能回复 整晚失眠 还有啊 为什么令他这么心酸呢 因为空虚寂寞 觉得冷 当检测情阴性的时候 回到家 其他人呢 包括鄰居和男朋友 都没回家 只有自己一个孤零零在 既然呢 错误确诊 当然不够了 因为他的鄰居各样啊 都要排到下星期一 5月3号的时候 才可以放监 所以黄女士呢 这个人 骚扰卫生署啊 打去卫生署那里 要求解释继续检疫的原因 但是没有人呢 可以答到他 一个推一个 程序是这样的 帮不到你的 哇 这个厉害啊 他就认为 政府啊 见他一句道歉 也应该就今次的失误 作出赔偿 哦 说到尾就是这件事 要赔钱啊 你说会不会骚他 那帮人仔啊 就是 疫苗碰瓷 把命去拼 一个崩都拿不到 你这些确诊碰� 走到一边啊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说到这里